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房车之家 我是主持人某某 其实好久没有说到拖挂了 尤其是越野拖挂 大家都知道越野呢 它就代表着有更多的可能性 能够去到更多的地方 那么今天带你送出来自黑系的这一台 HQ15越野拖挂房车 HQ15越野拖挂 HQ15越野拖挂 黑系房车的标语是前车所至后车必达 来看到这一台车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台车呢 它是单层金属底盘 它又一对独立悬挂 所以它的稳定性 包括这个适应性会更强 那么你看到前面的牵引装置 它是越野拖挂的专用的牵引头 同时还拥有导向轮 电动支撑腿 同时这个车呢 还拥有12寸的电刹加手刹 那么我们来看到前仓的一个部分了 这个仓它主要是摆放煤气罐的 有两个固定的位置 而这块位置可以摆放一些 我们出行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同时柴油暖气的一个柴油箱 我们可以看到外部的一个配置 这一块是拥有一个贯穿式的储物空间 所以它能放的容积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块位置是一个集成式的外置抽拉灶台 这边是可以洗菜的地方 那这块位置拥有两点的煤气灶 同时还有一个延伸出来的小桌板 所以也是拓宽了我们户外用餐的一个空间 我们往后面走 上方是电动遮阳棚 来看到这块位置拥有一个外置的小桌板 电源插座 其实你看到它这个外部的配置 你就知道它的越野性能并不差 你看四周都配有这个保险缸 也是防止我们在旅途过程中 这个旅板的刮花 然后后方拥有两个大备胎 同时还拥有一个储物空间 你给摆放什么铲子呀 包括一些工具呀等等 那侧面的外置淋浴室电接口 这块位置是很温的自热式热水器 同时这块位置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贯穿式的储物空间 别看它外观比较的霸气 其实里边的布局都是非常温馨的 前面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双人床 来给大家体验一下 好久没有给大家体验床了 还是挺舒服的 那么你看啊 这边是床 那么两边都是储物空间 包括有音响 里边还有灯 这边呢也是额头做了一个软包的设计 上方呢是储物空间 两边都有阅读灯 然后你再看到两边 它的灯带是蓝色的 后面是黄色的 和这个明亮的颜色 所以整个车啊 温馨 然后既温馨又时尚的感觉 再看到床的下方 它又有一个音响 所以整个车是有四个音响 所以我想如果说放着音乐啊 就是在户外那种感觉 应该是非常棒的 进门的位置呢就是操控面板了 哇 这么多按钮啊 来冰箱啊 包括多媒体啊照明灯啊 清水灰水的显示啊 都在这里 这个呢 刚刚我看了一下 我说是什么 我以为是灯光 其实它是电动阵棚的操控按钮 整个车啊 一些细节的打磨还是比较的好的哈 来 你看 蓝眼灶台 同时水槽 上方呢是微波炉 同时储物空间 这个抽油烟机 下方呢是多美达的车载冰箱 同时头顶上方呢是多美达的顶置空调 再看到这个会客区域啊 哦 沙发也还不错哈 这边也是可以临时拼成一张床的啊 来 外队窗 上方是储物空间 同时带有这个窗帘 门 阅读灯 USB的接口 电源插座也都是有的 那么后面呢就是一个多媒体电视了 干湿分离卫生间还带这么大一面化妆镜 就非常棒哈 来 看到这边 直排式的马桶 哎 也是多美达的 上方是外阶窗 同时这一块位置呢也有电源插座 这个设计还是挺贴心的 比如说你不用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关掉 用的时候你把它打开 同时这一块位置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打开啊 开启正确打开方式 哎 灯就亮起来 所以夜晚拿东西也是很方便的 再看到这一块位置啊 水槽打的化妆镜 这应该是控制灯光的 嗯 我很聪明 好 里边 领域空间啊 整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同时呢 还有一扇门 领域花洒 上方呢就是换气扇了 比如说啊 我一个人在洗澡 另外一个人想上厕所怎么办 也是互不干扰的 那么这一台越野拖挂呢 它是拥有400的胶体电池 600太阳能板 2000瓦逆变气 同时200次的清水箱 100的灰热箱 100的黑水箱 就这个配置在通话当中也是算非常高的了 那么这台车的价格是多少呢 33.8万元 所以你会去弄吗 关注房子之家带你解锁更多房车